我們看這一題 看到這個圖欄 表一個發電機G 這是一個發電機 與一對相距低的平行軌條 相連結 軌條尚未有摩擦也沒有電阻 有一個金屬線質量是m 這質量是m 電阻是r 橫跨於軌條上 全體置於均勻向上的磁場中 則A 油花電機內流出的穩定電流愛 這有穩定電流愛 圓一軌條 金金屬線到另一軌條 當T等於0時 T等於0的時候 這個是靜止的 金屬線是靜止的 是求T秒後金屬線的速度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裡它有磁場 這裡有電流 那有電流 它會受它磁力 讓我們知道這個F 是等於I L L的方向就是電流方向 現在I L的方向是往這邊 那就是L L Lx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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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是往後推 所以是Fm 它的大小 這兩個互相垂直 所以Fm 是等於 這個電流是穩定的話 那就是M A 所以它加速度 是等於 M分之 I LV 電流始終沒有改變 電流是穩定的 T秒以後 它的速度 V 是等於 A T 所以是等於 M分之 I LV T 這是V小度 它這L是低 它說軌條的這個 金屬線的長度是低 所以L是等於D 所以M分之 I DV T 好 再來我們看 DV小題 DV小題 DV小題它是說 若花電機 是X龍保持不變 剛剛是電流保持不變 現在是X龍保持不變 則金屬線之終端速度為若干 好 我們曉得 這裡的話 金屬線的話 它如果速度是V的話 它在上面會有一個感應電動式 如果電流是往這邊的話 這裡的電動式是這樣繞的 那這裡如果電流的話 那這個感應電動式 這是X龍 這個感應電動式我們叫X龍 X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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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 X龍 X龍 V X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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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i X龍 像是我們這邊 剛好跟它相反 那當什麼呢? 當這個H-Long Plan 跟H-Long一樣的時候 這上面就不會有電流了 這個感應電動式 跟這個你化電機的電動式一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互相抵消了 上面就不會有電流 它就以等速的移動 好,那我們曉得 它的終端速度 H-Long Plan 是等於這個 這個大小是多少? 我們方向已經定出來了 它的大小是LVB 因為這兩個互相垂直 這個相當跟它平行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是H-Long Plan 要等H-Long 也就是說 LVB 要等於H-Long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什麼呢? 算出它的這個終端速度 V 終端速度V 終端速度V 就是等於多少呢? LV 現在L是D 這是D DV DV分之多少呢? 分之S 這是第二小題 DV 好,這讓我們看 當金屬線達到終端速度 當它達到終端速度的時候的話 它的 S-Long 就是感應電動式跟它底下 所以它上面就不會有什麼呢? 就不會有感應電流 上面沒有感應電流的話 這個它就不會被加速 這個磁力就會等於0 所以D-C小題 這個電流 當它達到終端速度的時候 電流就等於0 這是 D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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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V